我做了一個小工具是把影片變成一個blog post 很多時候我拍完Youtube影片 都想把影片內容變回一篇blog 放到我的網站做SEO 我現在很快示範一下怎樣用AI去做 假設我現在有一條Youtube影片 這條影片是講機械人的 我就copy這條影片的連結 然後回到這個工具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可以直接上載你的影片 你要選一個英文語言 輸出的文章就是中文 然後按Generate 現在你看這條影片是沒有加速的 如果以一條十分鐘的影片來說 大概需要三四分鐘的時間 因為這條影片很短 它只是三分鐘 所以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你看到現在大概三十多秒 它差不多已經走到90% 後面我是用Cloud的3.5API去寫這篇文章 因為我認為它寫出來的文法會比較順暢 你可以看到這篇文章就是講新加坡 環境處推動人工智能清潔機械人 它會把影片的內容 會把影片的內容 會卡出來 你看看 它剛才的影片內容 都是在這條影片裡 拿出來的 在影片下面 會有一個 caption 例如這條影片 就是講水道清潔機械人 在混河中工作 就是獵鷹機械人展示等等 這篇文章可以怎樣呢 它寫出來之後 你可以 copy 然後你可以貼上去 你的Google Docs 或者直接貼入你的workpath 裡面的格式已經是對的 這個會是H2的格式等等 你會看到 原本這個工作可能要三十分鐘 現在只需要三分鐘就完成了 這個工具比較適合一些二十分鐘內的影片 如果這條影片長的二十分鐘 它等待的時間會比較久 現在我是會開放給大家 免費使用的 如果你有興趣去使用的話 可以點擊這個網址 註冊這個帳戶 進去玩就可以了 但就著來玩 因為你在用我的token 和用我的server的錢 如果當中有什麼意見 feedback 都歡迎inbox告訴我 810 1 4 19 19